约1300年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杜甫写了约1200首诗 在1300年后,同样喜欢写诗的我,也写了1200首诗 虽然都是涂鸦,也知道没法和诗圣比较 但我心里明白,我和杜甫有三大同和三不同 所谓三大同,都是感觉穷困潦倒的人 都是浪漫的现实主义者,都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者 三不同,我漂泊到加拿大后,人生不再颠沛 我开通油管后,顿入虚拟的空间 我离岸爱国后,依旧不改人民爱物的情怀 杜甫说,国破山河寨,成春草木深 我却说,故人山河寨,总有燕归来 杜甫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我却说,把酒醉时节,快乐不可缺 杜甫说,会当灵绝顶,一览众山小 我却说,阴阳云之顶,浮风两万里 总之,在浩瀚的历史面前,我连沙利都不是 在师盛的盛名面前,我连尘埃都不如 但是蝼蚁既有一生,凡人亦有情怀 既然每个人都有故事,我也不例外 加上网络高科技的加持,我也乐于分享 我在此特别感谢我的一位姓渝的小学老师 是他给了我一辈子的鼓励和影响 让我爱上了写作,爱上了诗句 爱上了创意,爱上了一切一切 本来就是美好,或者可以转化为美好的人和事物 有时我就像杜甫所遭遇的那些怀才不遇和君子不安 一辈子都是颠沛流离,一路上都是曲折坎坷 但纵使环境弄人,苍苍多变 依旧喜欢寂情与景,抒情放飞所有的个性和领悟 收藏瓜度所有的辞早与感触 总之,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会更迭复始,生生死死 唯有音乐和诗能够永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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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